美國總統奧巴馬下令派遣275名軍人前往伊拉克幫助為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及使館當中的美國人員提供安全保障 奧巴馬在星期一告知國會說這項措施已得到伊拉克政府同意 奧巴馬總統排除向伊拉克派面地面部隊的可能性 他在星期一會見國家安全會議的成員研究其他選擇方案 這些方案包括可能對迅尼派激進分子發動空襲 迅尼派激進分子已經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很多地區 並誓言從事業派主導的政府手中奪取巴格達 此外美國還考慮與伊拉克合作 但令五角大樓說目前還沒有計劃與伊朗方面就伊拉克境內的行動進行軍事合作 一名美國國務院高層官員說美國與伊朗外交官星期一 在維也納核問題會議期間進行了短暫會面 李明官員說與伊朗方面的會談不會涉及軍事合作問題